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子殿下推荐金创药呢 太子殿下受伤了 是 是被我砸伤的 你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啊 你不能忍耐 你不要忍耐 我忍耐 你不忍耐 他应该没什么事吧 回太子殿下 还没事 多谢太子殿下关心 太医说他得了什么病 请恕奴婢不敢直言 那就是妇女病吧 回郡王爷 舍妹得的不是妇女病 既然不是妇女病 但是什么病不能宣执于口呢 如果太子殿下想知道的话 奴婢可以说 当唯恐太子殿下怪罪 你放心说吧 本太子在王爷面前保证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怪罪你的 那奴婢说了 舍妹 因为中日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以至于食不甘胃 夜不能免 积劳成疾 心甘血血 如果再这么下去 恐怕会得脏躁 脏躁 这是什么病 就是实心疯 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人 忠心服侍主子 绝无二心 但最终会被逼疯 请问太子殿下 能给奴婢一个说法吗 奴婢虽然没读过什么书 但也知道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太子殿下乃未来一国之君 如果连齐家都成了问题 那试问将来还怎么安邦定国 我 我 我 孟凡 你别这么说 太子也有太子的难处 很多事情 都是外人无法明白的 是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这个奴婢不是不信 只是试问 这个世上又有谁没有难处 如果把自己的不快 转嫁到别人身上 这又会是什么样的人 奴婢知道太子 决意效法历代先帝 做一代明君 所以奴婢斗胆 恳请太子殿下放过舍妹 给宫中的每个人一条生路 不要把他们都给逼疯了 我 他永远 算了吧 只要是 你来 叫什么 也想 叫什么 样 这 你回想 我 要是 那 他 你一带 他 郡王爷 你笑什么 刚才你骂太子 也骂得太狠了吧 郡王爷说 我骂得太狠 其实我对自己更狠 没错 你是在玩命 但不是每次的 都能幸运地逃过结束 实不相瞒 每一次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都对自己说 以后做事一定要谨言慎行 但是每一次呢 我都头脑发热 对自己之前做的 说的全都会忘记 那你是想改变自己的服务 我当然想改了 谁想玩命啊 我还很留恋这个世界呢 这是我的独门秘笈 当我头脑发热的时候 就会用这支针 让自己冷静下来 万事万灵 怎么 你不要吗 话是这样说 但是改了 还是我自己吗 可是你反过来想想 任何时候有选择 总比没有选择的好 什么时候用这个针 是由你来决定的 对手 看下来 你又笑什么 我是笑你的直率和聪慧 你为什么这么看我 我很奇怪吗 不奇怪 郡王爷是皇上身边的众臣 心思缜密 不是我这个做奴婢的 可以明白的 郡王爷 奴婢想回去照看妹妹 就先送郡王爷到此 好 叫我啊 那个 别忘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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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再回去多休息几天吧 我病好了 这几天麻烦你们分担我做的事情 有机会我会报答你们的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还当大家是自己人吗 是不是你在气我们之前那样对你啊 其实大家心情都不好 不是存心有意震对你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大家坐同一条船 如果不能同一条心的话 可能这条船会沉我是这个意思 你明白这个道理最好 是 参见太子殿下 免礼 太子殿下 姐姐已经数了个奴婢了 希望您大人不记小人过 原谅奴婢吧 起来吧 你再不起来 待会儿你又晕倒 你姐姐又要把这个责任 怪到我头上了 起来吧 多谢太子殿下 孟夫 那天我心情不好 本来想找做错事情的你 骂一顿 仅此发泄一番 可是后来 我看见你劈柴的手不停地颤抖 我就不忍心骂你 没想到你晕倒了 我去看你的时候 你姐姐数落了我一顿 她的言辞十分尖锐 着实令我难堪 但是后来 我回心一想 错的人是我 当年太宗皇帝 也是因为能够广颜纳监 方有贞观之至的盛事 我身为他的子孙 又怎能反其道而行呢 等到太子登基的时候 希望太子可以创造一个盛事 你是否觉得奇怪 为何你这次回来 那些宫女们对你是笑颜相迎 而不像往常那般 对你百般刁难 原来太子殿下 对我们下人的事情 是这么地清楚啊 你姐姐还告诉我 修身齐家治国方能平天下 她的话对我来说 是当头棒合 我怎能不听呢 你们之间的分歧 都是因我而起 我已经给了他们赏赐 作为对我尽心是否的奖励 而我把这个奖励 全都归功于你 为什么 就当做 就当做 我把你下 会晕倒的补偿吧 以后你在这儿 应该不会有人 再欺负你了 太子殿下言重了 罗比承受不起此等答案 好了 没别的事 赶紧去干活吧 是 你 你们都被骂了 这东东侍奉的那些人 反而纯金带银 这都什么世界啊 但是他们之前 也吃了不少苦头啊 就算是苦尽干来吧 不过 我觉得在这里 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啊 你不是偷了什么吃的吧 昨天皇上设宴 明摆着他们吃不完啊 所以 所以 你就偷偷的藏了一点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更凡在太子面前不要命 也却在食物面前不要命 那有什么的呀 不过就是糕点衣类的东西而已 哎呀你偷什么都是偷 这里的东西 都是属于皇上的 你这是在偷皇上的东西啊 妈 你不要吓唬我嘛 不会真的来抓我了吗 这里 谁是管事儿的 大将军 发生了什么事 昨天 有谁接触过皇上夜会上的韭菜 怎么了 只管回答我的问题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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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他昨天只负责烧火 他 救我的金刚 好 点到的现在跟我走 小凡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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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我去 不 不会有事的 秀坟姐 你们谁在饭菜里下毒 快说 下什么毒 下什么毒 难道昨晚九宴后有人中毒 梁王五三四大人 昨晚九宴之后不久 便腹泄不止 怀疑有人在他韭菜里下毒 图谋不轨 腹泄多痛乃是常事 怎可因这种小病 就断定有人下毒 这我好看不了 总之 皇上命莫积拿可疑之人 不过面对奉旨行事 皇上希望查出真相 也是人之常情 大人也是奉旨行事 便会秉公办理 只要我们问心无愧 又怕什么 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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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老实点啊 快 老老实在里面待着 请一秒 别来了别来了 子虎兵随 你要死 不要让我们大家给你陪葬 快点 对不起 姑姑 也不知道走了什么被孕 我由十二岁入宫到如今 一路风平浪静 无论出现什么风吹雨打 我都不会弄尸一根寒毛 可自从你来了以后 我就心绪不宁 愈敢有大事发生 姑姑 轻者自轻 你不要太过于担心啊 轻者自轻 神宫之中这种道理是不管用的 你不是不知道啊 人们说呢 心情不好的时候 最好啊是吃衣的好的 就会好了 姑姑 你现在最想吃什么 你是在捉弄我还是疯了 这种时候 我没有心情跟你开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 我是说认真的 你才想吃什么 不如我给你拿点鸡腿来 来人哪 你要放 等我们安全离开之后 你慢慢放 不要连累大家 来人哪 来人哪 我怕孟凡 你 盼什么 我们还没有吃饭呢 找死吗 大虎小叫的 我们还没有吃饭 都给我们送点鸡腿来 吃鸡腿 我看你是崩了吧 如果你们不给我鸡腿的话 我便撞墙而死 像你这种盼死的人 也不急在一时了 好啊 如果我要死的话 我今天也要找你垫背 有人陪我上路 也不用太寂寞 若我真的死了 你能当得起吗 失职之罪 你一定免不了 万一说你杀人灭口的话 万一你跟我们是同一党羽 你说后果会如何 你 你 你都说我是与鬼为灵的人了 还有什么好怕的 早死一点 还不用说酷刑 你还是乖乖地 跟我们送点鸡腿来吧 我要言局的 你 算你狠 三公子 查到了吗 梁王的确服谢 不过看上去不太严重 果然是不出我的所料 这个老匹夫是不会 用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的 他这次服谢 难道真的是那晚宴会 有人存心害的 他不去害人 就已经天下太平了 还有谁敢去惹这个老匹夫 这 我就不明白了 他这次度谢 是刻意安排 还是意外吃错东西 这并不重要 就算是没有这次意外 他早晚也会 刻意制造意外 那他想得到什么结果 他可以趁机测试 朝中个人对他的态度 究竟是站在他这一边 还是站在 和他对立的那一边 之前发生了那么多事 难道他还分不清是敌是友 人心是最难测的 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过 本来已经对一件事情 做写决定了 但却不断地改变主意 当然有 不过他不停地衡量个人心思 这是老坚句话 而且这是一个快捷的方法 不用逐一打探 此时此刻 谁站在自己这边 便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这是不是意味着 他这次分清敌友后 就要开始有所行动 这也说不定 今次恐怕最倒霉的 就要数那群上师局的宫女了 对了 当天的食谱拿来了吗 都在这里 我知道他为什么会拉肚子 去找太子 王爷 奴婢参见君王爷 看来天牢的饭菜也还不错 我今天是专门奉太子殿下之命 来问个始末的 我们是清白的 求郡王爷代为转告太子殿下 那那天的菜谱是谁做的 是奴婢 那天的菜谱里面 我看到了香蕉和蜂蜜 你不知道香蕉和蜂蜜一起吃 会中毒的吗 本来是没有蜂蜜的 是 是梁王带来的 说是东阳的一位和尚 奉献给梁王的 所以梁王希望大家一起品尝 那就是不关我们的事了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既然当晚大家吃的是同样的东西 为什么只有梁王一个人中毒 这个奴婢知道 因为奴婢给皇上 还有皇后娘娘 以及各位大臣 送上香蕉等水果的时候 其他人都没有吃 只有梁王吃了 岂有此理 他们竟然说本王自讨苦吃 与人无忧 别息怒 下毒谋害这种事 谅他们也不敢 我是想去做个好人 所以我才给他们带去蜂蜜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我拉肚子 只是囚禁了一个老公 你就算交代了 皇后现在是越来越 对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我们本来想趁此机会把事情闹大 生起足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可没想到火是魏猛 就已被扑灭了 爹 不如我们 还不是时候 爹 我们再不展示实力 让他们害怕 恐怕他们就要踩到我们的头上来了 您想想 张剑之他们那五个老匹夫 不断要求皇上来对付我们 景辉更是上表奏醒皇上 叫蒙武士诸王为公 这五个老匹夫 迟早会收拾他们 我也让他们死不葬尸之地 就是 爹 是因为您现在兵权在握 皇上皇后他们有所忌惮 想暂时安抚我们 所以静待时机 他们是要静待时机 即算他们想对我下手 现在也不敢 大家都是头鼠即弃 所以 在没有毕上的把握之前 我是不会冒这个险的 那我们 就要受如此羞辱 不怀疑颜色吗 上次 是他们给了我机会放火 下次 我自己创造机会 我就是要不停地 给他们制造火情 看他们是否救得过来 小姐 你在下棋 嗯 那为什么 只有棋盘 不放棋子啊 棋子全在我心里 人就一颗心 又要思考取胜良策 还要分心末计棋子位置 会不会太累啊 人这一辈子 要说心是最累的了 打出娘胎后 她便不停地跳动 我们才时时刻刻感觉到 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 要是心不累了 人也完了 说得也是啊 这可是处世之道 人就是因为累了 才可以在人海之中 占有一席之地 小姐教训得是 不过小月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不放棋子 放着棋子 这不是更容易思考吗 没错 没错 那样的话 我可会产生依赖 就不一定会记得 人家走过什么样的棋 出过什么样的招数 易子错 满盘皆输 说得好啊 易子错 满盘皆输 你可要记清楚了 参见皇后娘娘 婉儿啊 看来你的棋艺 是渐入佳境了 谢皇后娘娘夸奖 小月 你先下去吧 是 请问皇后娘娘 找我有什么事吗 婉儿啊 我确实有事找你 你知不知道梁王的事啊 要说梁王中毒一事 婉儿略有听闻 这次梁王 他把小事画大 除了想展示自己的实力之外 分明是想试探皇上对他的态度 幸好事情很快平息了 要不然这矛头 一定会指向我跟皇上 我相信 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说怎么办 婉儿记得 在我小的时候养过一条狗 他本姓温顺 是我的好朋友 可是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性情大变 只要一见到我便向我犬叫 那是为什么呀 后来我发现 原来是我新养的一条狗 常常欺负他 之后我就把那条狗送给了别人 很奇怪 没多久那条狗性情又变回温顺了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他被欺负我是始作俑者 所以只要他一见到我 便会对我犬叫 杀了他们 不 皇上你误会了 不是杀他们 而是封他们爵位 这明摆着是名声暗将在削弱他们的实力吗 这无异于把牛偷了脚之后 送到五三四那个老虎的嘴里 哎呀 皇上 以后的事儿 谁也不知道 至少这样做对皇上有好处 五三四消气了 也就不会再无风起浪了 皇上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至少暂时他不会有何异动吧 五三四如今虽然心怀叵测 但他羽翼未丰 不敢轻举妄动 那我们只要顺着他的意 把脱了脚的牛送给他 让他觉得我们因为害怕 所以讨好的 这样他就会轻视我们 这个办法是对付他最好的法子 皇上 皇上宅心仁厚天下皆知 但凡事要适可而止 否则就是妇人之人哪 话虽如此 但当日若不是得到张剑之 他们五人相助 朕也未必能够顺利登上宝座 皇上登基乃是天命所归 就算他们帮了一把 没有他们 你照样能登上皇位呀 皇后 你这样说也未免太国情了一些 好 好 就算皇上说得有道理 是他们帮了一把 可能也是上天派来叫他们帮您的 对吧 皇上 乃是天子 天子天子 那就是上天的儿子 那都是上天的定数 这一切都是天注定的 皇上 你不要觉得亏欠他们 容朕考虑一下好吗 皇上你有没有考虑过 如果你周全了他们 他们都这么大年纪了 还能因此多活几年呢 反之 要是皇上因此失去了天下 那值得吗皇上 皇上 皇上你要是不愿意担负这个名声 那就由臣妾来承担吧 皇上 皇上 皇后娘娘 这到底是为何 王爷 王爷 我朝什么时候费了君臣之礼啊 见过皇后娘娘 这是为何呀王爷 本王刚刚得知 张俭之 袁树吉等人 又得皇上封宠 驾惯禁绝 到头来弄我 你是来这质问本宫的 皇后娘娘误会了 本王岂敢置问娘娘 本王是来讨教学习的 只希望知道他们到底 为国为民做了什么事 让我这个老糊涂 能够明白 本王不图像他们一样 加官进爵 只图不辱皇命 有时候啊 不做不听不闻 恰恰也是为国为民 但王愚顿 还望皇后娘娘明示 王爷 来 请坐 王爷深明大义 怎么连本宫的意思 都不理解呢 张俭之他们 虽然是得了封赏 可他们这样 却不能继续留在京城 这样一来 我跟皇上 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也听不到了 还有点不习惯呢 如若不封赏他们 那他们就会 留在京城不走 王爷 难道你也和我们一样 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不习惯吗 哎呀 话说回来 他们也是时候 放下重担了 我看他们弃兵权的时候 都是一脸的轻松 也是啊 你说 现如今天下太平了 还要那么多士兵围在身边 干什么呢 有什么意义啊 难道 还怕有人会行刺 本王佩服娘娘 本王 定当竭尽全力 鞠躬紧粹 死而后已 王爷如此重心 真是百官之表率啊 怪不得皇上 要赐你免死铁券 我也想不通啊 我也猜不通皇上的意思 他为什么不送你金 不送你银 不送你银 不送你财宝 要送你免死铁券呢 难道害怕王爷 会去刺杀这些公卿大臣 别人 老臣 明白了 你为何要把张剑芝他们调离京师 他们不是得到了封赏吗 他们既然已经有了要职 当然要离京上任 你少给我装模作样 你怎么跟我说话的 本宫怎么说也是你的母后 是一国之母 你竟然用这种 有被伦常的态度跟我说话 别以为这样就可以说到别处去 正义不章 为了一己私欲在宫里胡作非为 你这样做如何服天下 你说 本宫怎么胡作非为了 同一时间 他们五人手里的实权被削除 同一时间 他们五人被调离京师 即使是以孝儿的智慧 也能够知道这是名声暗将 有人想要除掉他们 他们可是帮助父皇 能够复位的功臣哪 是啊 他们是功臣哪 就因为他们是功臣才奖赏他们哪 我跟你父皇合错之友 五三司这个人 朗子野心 满朝文武百官 谁不知他心怀二心 唯有张锦之他们 忠心耿耿可以信任 而你却将他们调离京师 摆明居心叵测 越来越过分了 这将你把五人调离京师 那将你却给了五三司免私铁券 你摆明护着五三司 让他能够为所欲为 太子的推测 表面上听起来很有道理嘛 可是你有没有想 你有没有想招权 五三司他对你 父皇的位置那是虎视眈眈 那五位大臣对你父皇来说 等于是护城河 如若现在与五三司应来的话 那 那你父皇等于是挺着胸膛 扑下五三司的刀子你懂吗 行了 不用再说了 你 你父皇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太子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其实原因很简单 张俭之他们五位 的确就是保护皇城的护城河 五三司当然希望他们消失 可是如今皇后娘娘 最忌惮的未必就是五三司 那会是谁 太平公主 这一切 姑姑他一向 城府颇为深密 而且他的野心 绝不在五三司之下 可手段却比五三司高明 张俭之他们 根本就算不上是姑姑的对手 为今之计 也就只好拿五三司来当护城河了 所以母后 她是拉了五三司 以防姑姑有所不轨 既然已有新的护城河 旧的护城河当然是过河拆桥 置之不理 不行 我这就去揭开她的假面剧 看她有什么话好说 太子殿下 你找她理论又能得到什么结果了 她如果想跟你诡辩的话 纵使你有千万个理由 也无济于事 就像这样来来去去 伤不了皇后分毫 反而会让人认为太子你 认为我什么 只怕人们会认为 太子殿下处事 未够事故圆滑 只会停留在 小孩之间的口舌之争上 您说得没错 她是一个不要脸的泼妇 如果我跟她吵起来 那我跟泼妇不也一样了 可如今父皇全听她的 我能怎么办 不能动口 那我便动手 你什么意思 如今那个泼妇 根本就是携天资以令诸侯 倘若我带兵入宫 将他一举诛杀 然后再求父皇对付五三四 我就不信此举 不能将他们二人连根拔起 千万不可 我知道这么作有凶险 可要成大事 封献是无法避免的 虽然说天有不测风云 但是太子殿下 你一定要审视多事 有些事情还是可以预测的 请太子殿下 目前还有多少兵力 我知道我的兵力不足 但倘若我已训练不及掩耳之事 带兵入宫 一举成功 五三四能奈我何 太子殿下有这个想法 五三四同样也会有 可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他敢 我在皇城内广不眼线 他要敢带兵入宫我就 我能广不眼线 他自然也能 我这个太子 想想也真是笨哪 连这么简单的事都想不到 龙姬 幸好有你在我身边 对我事实提点 太子殿下这么说就严重了 殿下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日理万机 所以才会挂弯漏医 怎么会像我这种 闲云野荷之人呢 可我不能再这样下去 就算今天不动手 明天也得动手 明天不动手 后天也得动手 否则 只能做一代理 小福 姐姐 你们聊一会儿吧 但不要太久啊 多谢王公公 姐姐 你有事找我 只是经过 看你站在殿外 还以为你又被太子责罚呢 所以过来看看 没有 太子虽然喜怒无常的 但是他说话还是算话的 其实呢 他对我们 已经比以前好多了 当然了 他是未来的皇帝 金口一开 就不能随便改了 对了 那你跟王公公 为什么都站在殿外 而不在殿内侍奉他呢 我们原本是在殿内侍奉的 但是因为见到林次郡王 来找太子 太子 就跟他说 有关皇后娘娘吵架的事情 我想林次郡王 应该是怕太子失言 让我们听到一些 不该听到的东西 所以便吩咐我们殿外守候 郡王爷真是个好人 他这样做 是想保护你们 好 见过郡王爷 免礼 孟府 好 姐姐 我要走了 回吧 倒酒 喝酒伤身 太子还是少喝为妙 酒能伤身 可只伤我身 但毕正却能伤天下 伤尽天下百姓 奴婢的爹 就是因为毕正含冤而死的 对不起 这不关太子的事 百姓是不会怪太子的 所以太子 也不需要太自责了 可恨母后把持朝政 可恨五三四 结党隐私 但是最可恨的 却是我这个太子 只能束手无策 你叫我怎么能不自责